公主 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朝中的大臣 又或者是某一个部落首领或其孩子 皇帝选择将公主嫁给谁 那么对于这个人来说就是无上的恩宠 对于皇帝来说 是维护自己地位和政治的一种手段 但这样的婚姻对于公主来说却是特别可怜的 公主虽然特别的抗拒 但是却没有办法去反抗 因此在我国古时候 公主在结婚之后大多不幸福 今天这位公主在结婚后的第三天 就选择了用自己的办法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史料未及 夏嫁重臣 东晋十六国时期 公元398年 县武帝慕容德建立南烟政权 慕容德自幼身材魁梧 火揽群书多才多艺 慕容德有一个女儿 名叫慕容婉音 被封为平原公主 平原公主是慕容德唯一的女孩 从小含着金钥匙出声 皇帝对这位公主也是百般宠爱 身为平原公主 所受到的教育资源 自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比拟的 平原公主继承了父亲的才琴和智慧 自小就阅读历史经文等书籍 因为聪明伶俐深得父亲宠爱 除了博览群书之外 平原公主也通晓音律 擅长弹琴唱曲 随着年龄增长 平原公主也逐渐开始出落的婷婷玉立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皇室公主背景优渥 长相出众 朝廷中就有大臣为了攀上关系 都表现得很积极 提亲之人自然是数不胜数 朝中大臣都先后向慕容德提亲 不过皇帝是很重视自己女儿婚姻的 毕竟这是他最疼爱的公主 所以他便精挑细选 由于南阳皇帝刚登基皇位没多久 他的政权很不稳定 而且也不能服众 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是就把平原公主和皇后的家族 也就是段氏家族的子孙进行了联姻 南阳皇帝最终选中了段丰 让他做自己的女婿 段丰生的一表人才进退有理 而且从小就饱读诗书 还是一个文武全才 不论是做什么事情都有着自己的主见和看法 当时的段家在朝廷做官 同时倚靠着皇后的背景 家族势力非常强大 再加上当时年纪轻轻的她就受到了皇上的重用 无论是人品还是身份 段丰都能同平原公主匹配 在一番安排后 平原公主与段丰相互见面 郎才女貌一见钟情 尽管是父母之命 但段丰的才学和品行都征服了挑剔的平原公主 二人对对方都比较满意 看似身不由己的皇室婚约 竟然巧妙地结成了一对鸳鸯眷侣 于是 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如期举行 婚后的生活对平原公主来说 是生命中十分宝贵的经历 才子家人 吟师父亲 两人过了好一段 琴瑟和鸣的日子 段丰堪称人生大赢家 年纪轻轻就得到皇帝赏识 还娶了皇帝的女儿 这就让很多人心中不爽 婚后三天自尽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乎 他们这样的婚后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有小人很是极度断风 于是就故意设计陷害公主的驸马断风 甚至诬陷断风有谋逆之心 在背后搞一些小动作 身居高位的皇帝疑心并醉重 一开始出于政治目的 让女儿和段家联谊 虽然段家对自己有所注意 但是皇帝对断风无法做到全然信任 身为皇帝 最怕的就是众臣有谋反之意 在反复思量之后 害怕自己的皇位受到了威胁 那之后就不停有人指责这位背景雄乎的女婿 时间一长 最终皇帝还是听信小人谗言 南烟皇帝也丝毫没有顾忌这是公主的丈夫 想着可以再给公主寻一门好亲事 将驸马以谋反的罪名 砍手示众 就这样 人生大赢家的段风 走上了断头台 在为段风惋惜的同时 平原公主也同样十分可怜 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 她很思念自己的夫君 整天吃不好睡不好 玉体显得很是憔悴 虽然不敢明着埋怨父亲 但南烟皇帝多少也能看出自己的女儿有些怨言 便想着弥补一下平原公主 皇帝觉得自己的女儿死了丈夫 还可以再找一个 皇帝的女儿怎么会仇嫁呢 南烟皇帝再次为平原公主挑选夫君 很快就挑中了一位名叫于翅的大臣 想要让平原公主改嫁给于翅 目的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 平原公主内心是拒绝的 但是她却不能推辞 一者是君命不可为 二者则是自古儿女婚姻 便是由父母所支配 双重原因之下 平原公主再不情愿也只能改嫁给于翅 虽然是再婚 但平原公主是皇帝的女儿 也没人敢说什么 同样办得很是风光 在嫁给第二个驸马的新婚之夜 平原公主以身体不适为由 拒绝与于翅同房 公主向于翅表明了自己的意愿 这位驸马表示可以理解 她很尊重平原公主 并没有对其逼迫 而且也愿意给公主一段时间去适应 当时两人并未圆房 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新婚后的第三天 平原公主回门的时候 在浴室中上吊自尽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南燕皇帝很是痛心 也想不通女儿为什么会选择死亡 直到宫女为公主净身的时候 揭开她的裙子后 在她的腰上发下了一个绸缎 上面还有公主所书写的字 死后当买我于段氏目测 若魂魄有之 当归彼矣 内容主要写的是 让他们把自己和段风葬在一起 看到平原公主的遗言 皇帝痛哭不止 即便她再后悔都没用了 一切都晚了 可是妇人已去 死人不能复生 皇帝也是重新查明 原来驸马的案件 发现前驸马是遭人陷害而已 最后皇帝为前驸马平原昭雪 洗去了她的罪名 让公主与前驸马葬在一起 在改嫁于赤时 平原公主曾对侍女有言 我听说忠臣不是二君 真女不耕二夫 段氏已经无辜被杀 我自己不能和她一起去死 哪里还有改嫁的心思呢 现在主上不顾李懿打算将我改嫁 如果不服从 就是违抗严君之命 平原公主虽然年轻 却将女子真操看得很重 同时又不想违抗君命 俗话说忠孝不能两全 平原公主恰恰就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 在面对这样一种千古难题时 平原公主选择以死明治 也唯有一死方能破解此局 百姓们一致评价平原公主为 真灾公主 所谓红颜薄命 平原公主十四岁出嫁 就遇到了自己能够托付一生的爱人 这是何其幸运 但在短暂的幸福之后 因为父亲的昏庸而痛失致爱 这又是何其的悲哀 古代女性的地位是十分地下的 即便是公主 她们也没有选择婚姻 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一个本应幸福平安度过一生的女子 却因为皇室的权力纷争和政治的需要 年纪轻轻离开人世 庆幸的是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 并没有这样的现象了 希望大家能把握好自己的命运 珍惜现在的生活 中国封建王朝的后宫 在华丽的帷幕眼映下 龌龊又无耻的勾当 实时上演 从未间断 高高在上的帝王们 蹂躏着一个个健全又美貌的女性 如果是一个开明的帝王 秦于朝政还好 生活在现实中的女孩子 都幻想生于富贵之家 锦衣玉石的公主生活 然而 在历史上 真实的公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又美好 历朝历代都有公主作为政治牺牲品 被当作礼物去核心 来换取政治目的 两天多年前的齐国 有一位少江公主 从小就受尽父王的宠爱 在众人的呵护下长大 可惜出嫁三月而亡 她究竟遭受到了什么样的虐待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史料未及 进贡美女 在古代 由于生产力低下 人均寿命不长 又常常动荡发生战争 造成人口稀少 为了增加人口 繁育子嗣 传宗接代 政府都提倡早婚早育 女孩子一般都在十三四到十五六岁之间嫁人了 西州时期规定 女孩子在十五岁之前必须嫁人责夫 其中的齐国更是规定 女人结婚的年龄在十四岁 超过这个年龄会受到惩罚的 于是 女孩在小小年纪就出嫁 这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话说在春秋时候 诸侯争霸 晋国的晋道公是一位明君 他带着晋国走向全胜 当时齐国还十分弱小的时候 乡邻的晋国强大起来 傲视周边各诸侯国 晋国有很长一段时间 实力排名第一 这种强大的实力让其他的诸侯小国纷纷臣服于他 晋平公即位后 他凭借着晋国强大的实力向其他各国大张旗鼓地提出要求 让大家搜罗美女交给他享用 各国其实都害怕被晋国攻打 一看这位晋平公竟然主动提出这种要求 马上决定为保平安 立即向晋国进贡美女开展和亲 这个时期 秦国在进贡美女这件事上表现最为积极 抱着晋国的大腿摇啊摇 甚至四处宣扬 成与秦晋之好的出处就在于此 一时间 各国开始进贡美女 但毕竟各国高贵的公主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 只能把在民间费力搜集到的美人 也称为公主 一并送往晋国 很多诸侯甚至能够做到定期上贡美女 这样确实保证了晋国没有攻打他们的国家 而这位晋平公也是来者不惧 多多益善 一时间 整个晋国宫殿中 九池肉林 美女林立 好不快活 无耻的晋平公 晋平公看齐国不顺眼 发兵攻打 两军在迷下交锋 最终齐国战败 得胜回尸的晋平公 是一个喜性余色的男人 那些弱小的诸侯国都尽献了美女娇娃 讨得晋平公的欢心 一时间美女冲动 但人的欲望是无休止的 当时齐国的齐景公的女儿 外貌名气早已声名远播 晋平公听闻后 为了得到齐景公的女儿 表示要用齐景公的女儿来和亲 如果不同意的话 就举兵攻打齐国 晋平公派人传话给齐国国君齐景公 我想娶你年龄最小的公主为妃 齐景公刚刚战败 也生怕晋国采取什么行动 听到晋平公的要求 纵使他内心有一万个不愿意 迫于淫威 敢怒不敢言 被迫嫁女 齐景公的小女儿 当时才是一个刚刚十岁的小丫头 一朵刚刚含苞的花骨朵 面对晋国的这个无理的要求 齐景公非常的难受 齐景公深知晋平公的为人 这就是一个好色之徒 自己怎么舍得让十岁的女儿 去遭受摧残呢 但为了国家的利益 也只好忍痛割爱 不敢拒绝 就把自己的小女儿嫁了过来 后来齐景公将女儿送去和亲后 齐国才免去这一场战争 当小公主听说 自己要嫁的这位丈夫 非常的放荡 虽然她很抗拒 可是她也没有办法 毕竟是家族给她安排的亲事 她无法回绝 她听从家里人的安排 千里迢迢的来到了晋平公的封地 可是由于当时 她家里人安排太过于仓促 所以就坏了很多礼数 当时来送亲的是个齐国的上大夫 陈吴宇 晋平公这个混账有点不高兴 认为陈吴宇的级别太低 这有点藐视晋国 便不放陈吴宇回去 小公主见了 据李力争说 送亲的人与接亲的人是地位相当呀 不能因为你是大国就乱了礼数 晋平公看到这个小公主 聪明极致 温文尔雅 小模样清秀可人 宛如蕊珠公仙子下凡 欢喜得不得了 就放了陈吴宇为国复命 绍江公主的悲剧 晋平公这个色鬼 越看晋国小公主越招人怜爱 辩词她名叫绍江 绍就是小的意思 由于绍江公主长相甜美 晋平公的后宫 没有一个人能与之媲美 晋平公沉迷于她的美色 经常宠幸她 简直无法自拔 白天不懂夜的黑 虽然小公主知道自己 从此嫁给了这个男人 但情斗未开的年纪 哪里懂得男女之事 又哪里承受得了疾风暴雨 但晋平公丝毫不会怜香惜玉 根本就不管小公主的疼痛与哀求 从此后 这个晋平公 日日离不开这个娇小玲珑 隐染红潮的小宝贝 无休止地享受 折磨得少江精神憔悴 心里不知 煎熬着生命 晋平公一生玩弄女性无数 妃嫔众多 对这小公主是如痴如醉 似乎有点中邪 可是少江年仅十岁呀 实在是经不起这折腾 最后成了被更坏的田 于是 仅仅嫁过来三个月 小公主就去世了 而晋平公竟对外宣称 说是少江公主 因为得宠而死 哪里是什么得宠而死 其实小公主还没有发育成熟 是无法承受这个恶魔的日夜蹂躏 拎不住折腾 身体自然吃不消 元气大伤 香消玉允死于床上 成了当权者的玩物 实是可悲可叹 少江之死 始料没做过多技术 所以很难知晓 这最小的和亲公主更多的事迹 但千真万确是 中国历史上最小最可怜的公主 还被说是受宠过度而去世 也有人猜测 是小公主嫁过来之后 思念自己的父亲 忧伤成疾而去世 也有人猜测 这小公主本来体弱有病 受风寒而病情加重去世 也有的人猜测 这小公主乖巧 确实得到宠幸死于溺爱 但无论少江的死存在什么争议 有一点可以肯定 年轻的少江 是诸侯争霸的牺牲品 左传中简略的记载 下四月 含须如其溺女 其陈吾语送女 至少江 七月人吟进少江族 所有善良的初衷 都是美好的 而赤裸裸的现实 却是无情的 谁能理解灵魂被割据的痛 谁能听到心音的叫喊 十岁的小公主 生命的牵绳 在欲望的床上拉断 少江公主 用自己短暂的一生 让大家了解到了 和亲背后的种种无奈与悲惨 明明自己是一国公主 明明自己比普通人地位高 明明自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但是 自己的命运 却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 注定自己将为自己的国家 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而这一切 都是公主必须要接受的现实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